哈喽大家好,我是五王王,我的魔玩与你分享 今天我们来拆核把玩的是有万代出品SHF系列 出自火影忍者当中的波风水门 本款的说明书是有非常环保的印到了包装内侧 本款SHF的产品主打还原的是 拿鲁托TOP99的原画形象 在小部分的细节上是与动画和漫画有所出入 这个拿鲁托TOP99其实就是火影忍者20周年的一个角色人气投票活动 然后暗门老师是选取了前20名绘制了这张原画作为纪念 因为暗门老师的小撕心是有把第22位的九喇嘛也划入了其中 然后第21位的阿凯老师也就借机补了进去 人气排名的TOP1自然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款波风水门 提头来见,先来看面相方面 相比起1.0产品在研制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提升 就算是嘴里叼着苦屋,丝毫也不会影响这个帅气的面庞 在苦屋上并不是原有的飞雷神术士 而是拿露托TOP99的字样 除了几个默认的表情以外 还有给到4个脸部的替换零件 头发的发丝细节有着一个不错的锐度表现 但是飞边也是不少 这个塑料成型色的头发质感表现确实是有些差 在身体上是采用了2.0的新规速体 没有像之前自来野和小斑斑那样 搞一个换脸重途那么敷衍了事 身后的火影披风是用到了一大块的软胶零件 有很好的去保证了造型的一体性 然后我不知道我手里这款是不是中奖了 只有左边的大腿带有消光 在这个质感表现上是显得非常割裂 这个手脚比例过大的问题依旧有存在 看来已经是成为了该系列的产品风格了 除开默认的实行握拳手以外 还有给到额外的四顿半手型替换零件 除了嘴里叼着的这一把 还有给到一个独立可握持的术士苦无 这把的上面就是飞雷神的术士了 在配件当中丸子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上面是有着99的字样 上面的珠光漆涂得真的非常漂亮 除此之外还有给到一大根一节更比六节强的超能电池 无需任何零件的插拔替换 就可以将其直接背在身上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款的可动表现 头部和脖子这里是双段关节 是有着一个不错的活动范围 因为后背的披风是一整个零件 虚无处的后仰几乎为零 左右侧摆也多少有些受限 四肢的向上平台可以达到甚至超过90度 前后摆动后提是仅可以达到45度 在跨步带有防传帮关节 手臂有一段平转关节 大腿则有两段 屈膝屈肘均大于90度 那以上就看完了本款水门的全部内容 模型全高16厘米 整体的素质表现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 实物拿到手中 这个面向的表现确实要比官图顺眼不少 那问题来了 不知道戴哥会不会在这之后 出一个2.0版本的水门 或者说其他角色 会不会以拿路特Top99这个机会进行商品化 这一部大棋 很是希望戴哥能把他下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